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命令好好玩》 大家好 我是何努霖 之国进程 我们还算是一家人吗 有的时候有些事情就引起来 就是说好伤心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姐妹 但是为了一些可能家产的事情 就闹得不可开交 伤心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对 有时候你会觉得你很辛苦 你很气 其实别人家也都发生了 真的 来来来 欢迎我们命理老师 来 首先欢迎黄佑福老师 好 大家好 来 接下来欢迎吴美玲老师 大家好 来 接下来欢迎Amanda老师 大家好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我们一定要请到大律师了 苏家红 苏律师你好 苏家好 来 接下来欢迎姜应瑶 应瑶姐 大家好 姚瑶 好久不见 好久没来节目里面 我们知道其实你都在一直照顾爸爸 对不对 前年照顾完妈妈 前年照顾完妈妈 走了 其实人生就是这样子 照顾爸爸比较久 一段一段 每一件事情都会来 但是最近从这个新闻上面看到 姚瑶的这个新闻 凶解争产控家暴 是控你吗 好 姚瑶瑶痛批残忍 好 你的姐姐控告你 家暴 就你们之间 你们从小到大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 这个兄弟兄妹 先讲你们姐妹之间 对啊 你们曾经发生过什么事 其实这次被他告我很惊讶很惊讶 因为就在他告我的前一个月 我们还好好的 就是我们感情没那么好过 就是他来看爸爸 我把爸爸带到公司 一楼可以推轮椅 然后他说你咖啡很好喝 你去煮给我喝 我还去煮咖啡 然后我们买蛋糕还请他吃 他还带了他大儿子来一次 带二儿子来一次 然后大家有说有笑 说到我都还要送那个漂亮咖啡杯 给他儿子什么什么的 怎么突然间一个月不来了 然后我就接到那个传票这样子 传票是告你 刑事罪 告你什么 什么监禁我爸爸 然后限制制 妨碍自由 还什么 那个罪名很多条 然后我都已经搞不清楚 因为传票只会列等等等这样子 就是主要就是妨碍自由 限制行动之类的这样子 然后 你当下有先傻眼吗 有傻眼 但是我哥哥在 我快要收到传票的时候 有打月亮电话给我说 那个说我姐姐要告我 他说你收到传票没 我说没有啊 他要告我什么 然后我后来 后来的后来才知道说 因为我哥哥 汇钱给我姐姐 然后觉得怎么没动静 他打来探探说 那他有没有告你 他以为说他被我姐姐骗钱了 是 因为我姐姐可能以前让他 就是有这种不信任的例子 他就觉得 那钱是不是白花了 到底有没有告这样 我说没有 我没有收到传票 他说哦 这样子没收到 可是他要告你哦 然后我才知道这件事情 后来我姐姐去跟我妹夫讲说 是我哥哥出的钱 然后说我哥哥支持他 然后我说不可能 我说我姐姐话能听 来来 就 这有事情 就这样是真的 就这样是真的 我们也 大家也都是看标题 然后呢 这个很辛苦的 我们这边先来问苏律师 像应谣的姐姐 提告应谣妨害爸爸的自由 这样的事件 需要哪些事情来证明 才能成立 一般来讲 最好是有录音或录影 假设说我监视录影器 录到说 他真的把他限制他在一个地方 不让他走 例如说像 像关在某个笼子里 假设是这样子 那有录影表示什么 你真的把他关进去了 所以这录影就是有存证 那一般人讲说 很难说把人家关进在这里面 那我们在法院的实务 看很多 就是说例如我们把他 关在房子里面 有人就拿什么机车大锁的 把那个铁门锁起来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第一个 他里面能可以打电话叫警察 警察就会来就会收证 这个人被锁在里面 所以警察也会做一个收证动作 拍照 存证 然后请锁架 把他打开之后 人救出来 所以这就叫证据 所以当警察前往的时候 他会拍照 收证 然后被害者说 对 刚刚我是被谁关起来了 所以讲白一点 就是要嘛就是有录影的存证 要嘛就当场这个 真的把人家关起来的器具 那再来就是人证 那所以如果这个案子里面的话 就要看人证是谁 今天除非他爸爸说 对 我真的被关起来 那当然就会 就可能是成立 可是没有这回事的话 爸爸当然就不会说 我被关起来 所以如果妨碍自由 也没有那么容易成立的 所以必须要一些人证跟物证 才能够佐证 说真的有把他自由限制住 而且妨碍自由不能说 随便讲讲 而且一定是要有一个 具体的动作 例如说我现在 你不能动 那你真的不能动 也不能说我妨碍自由 因为我其实没有真的去 把他架住 或没有今天做一些任何动作 那可能也未必 所以妨碍自由要 这个条件要成立 也不容易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所以这个事情 看起来其实它是很表象的问题 那真的在里面呢 有很多的故事 对不对 姚 你从小 哥哥姐姐就不怎么搭理 你说跟你感情也并不好 你还跟姐姐打过架 因为我曾经当过短暂的就是老妖 那所以哥哥姐姐一起玩 然后就不理我 因为我是老妖最受宠 我就跟着妈妈屁股后面 然后就她去煮什么东西 我就跟着这样子 然后他们就觉得 我是那种讨厌的老妖 那可是到了我妹妹生出来以后 我就什么都不是了 我也不是老妖了 我就姥姥不疼 就就不爱夹在中间这样子 所以其实我跟我姐姐一直 都没有什么私人恩怨 是一直到我高中 高一还是高二的时候 有一天 然后父亲节那一天 为了一个很小的事情 很好笑的小事情 就是我哥哥说 平凶一日来啊那不去 他很喜欢吃 因为我们家最受宠的是我哥哥 然后呢 我妈妈就说 你们三个女生 只有哥哥是老大 唯一的男生 我妈妈最疼他 然后我妈妈说 很传统喔 对 我妈说可能是我姐姐吃了 然后呢 我哥哥就去问我姐姐说 你怎么吃了我的离子 然后我姐姐就去问我妈说 你怎么可以随便说我这样 然后因为我姐姐一直都很凶 我妈妈很怕她 我妈妈一怕然后就会说 没啦 那你老爸说的 然后他冲到我爸面前去 我爸那时候坐在客厅 我记得非常清楚那个场景 他站着跑过来 就这样子去问我爸说 你什么跟我说 你怎么看得不 你怎么看得不 然后就一直骂他 那天是父亲节 然后我就 我们家是 我们对上面的不能喊名字 一定要尊称 我们哥哥姐姐 不能叫他名字 我们是很胸有地公这样 但是那天我受不了 我就过去 因为他离我爸爸很近 然后这样逼我爸爸 我爸就是不晓得怎么讲 我没啊 我没说 然后我就把他推开说 今天是父亲节 你可不可以不要今天骂他 然后他就推我一下 推牛里 他说你是我妹妹 你凭什么这样跟我讲话 后来我们就扭打成一团 我们第一次打架是那个时候 然后我是为了我爸爸 然后你知道我爸爸说什么 我爸爸说 哎哟 你姐妹不要玩家啦 所以我就气到出去外面走三圈 好啦 这个虽然都是一个小事 但是这种家里面的小事 是会积怨 而且很多小事 一几十年或者几辈子 就在那个时候 我正在考虑 要不要搬回家住的时候 我妈妈跟我讲说 我跟你说 你已经拨到家庭了 我已经他跟我姐姐讲说 我要回来住 为什么呢 因为我姐姐回来台湾以后 她打算回家住 那我搬回来以后 我才发现说我姐姐就恨我 她觉得说 为什么我要跟她抢